真的有辦法打嗎?我很懷疑耶 那我現在真的看不太到桌上有鍵盤耶 啊剛剛不知道為什麼它又變得更暗了 好的 我終於看到了鍵盤投射在桌上了 而且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當我們看到這個東西之後啊 發現它有英文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尼亞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小廢物開箱時間啦 那這個小廢物系列呢 顧名思義就是我們會在網路上 那搜尋一些看起來好笑很厲害的一些小東西 再來實測看看 它到底有沒有像廣告上說的那麼的厲害 好那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不知道大家在看一些科幻電影的時候啊 會不會很羨慕他們有那種超高科技的東西 讓生活變得超方便 像我們在看鋼鐵人的時候啊 我相信大家都超羨慕農林斯達克的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在淘寶上 發現了一個非常酷炫的東西 激光投影鍵盤 就是它 它呢大概台幣一千塊左右 那它廣告上呢 真的是寫的非常的厲害 就是它只要放在桌上 然後呢打開開關 它就會投射出一個激光鍵盤 像我自己平常呢 都會要突然間臨時要給一些文案 又或者是你的老闆 如果突然間要你給個企劃 那你這時候就只能用手機去打嘛 如果你是一個肥手子的人 我相信你一定會打的非常的痛苦 不過呢老實說啦 我自己是有一點懷疑它的感應的程度的 它畢竟是用藍牙連線的 那沒關係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實測看看吧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激光投影鍵盤 如果你要放在包包裡的話呢 我覺得它不會太增加重量 還算是蠻輕便的 它上面這邊呢有一個按鍵 你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彈出這個可以放手機的支架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它打開了 目前呢我現在看到桌上 其實它已經投影鍵盤了 我勉強看到有一些數字跟英文 真的有辦法打嗎 我很懷疑耶 我現在真的看不太到桌上有鍵盤耶 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光源的問題 那我現在呢把這個正上方的燈已經關掉了 完全看不到 啊剛剛不知道為什麼它又變得更暗了 我現在看不太到 好 我現在應該要這樣子 這個角度 那有辦法看一些些 那我們決定 把整個廠的光源都關掉 啊這樣詞詞有沒有辦法錄嗎 好的 我們在把所有的燈光都關掉了之後 我們終於看到了鍵盤投射在桌上 上了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打打看文案 而且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當我們看到這個東西之後啊 發現它只有英文 拜託 這鍵盤到底最好是能用啦 喔真的受不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就留一盞燈 我們勉強可以看到一些些的鍵盤 那先試一下空白鍵好了 按 它B了一聲 有感應到有感應到 竟然有用 先打打看字母版 畫 它是英文鍵盤 我按下W的那一刻 我的螢幕裡面跳出來是T 它是註音的T 所以其實它是可以 對應到註音的 只不過有個問題 就是你要記得鍵盤上 英文對應的是哪一個註音 我 打入我吧 U 這是U嗎 H 啊不是錯了 喔 我是什麼 JI JI3喔 J 欸 欸有有有有有有 那怎麼選擇呢 Enter 欸有了 那我蠻驚訝的 我 愛 愛是什麼 好難 那個愛 這時候你就要把你以前 不小心沒有切換到輸入法的時候 就會不小心打出一堆亂碼英文 回想起來 那我們來用兩隻手 大家好嘛 2 欸 大 欸2.8 啊怎麼是2.8 大 它的感應 偶爾很準 但偶爾有點不太準 好想直接點贏幕 那要怎麼選其他的字 欸有了有了有了 按下它會跳出所有的字耶 可以選擇的可以選擇的 選的好累喔 我現在打7個字 大概花了我3分鐘的時間吧 吼唷 打個字怎麼那麼難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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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吼 吼吼 放棄 我放棄了 吼 吼 不行 吼 好那我們今天的測試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我覺得 台幣1000塊 大家 不要買 浪費錢 假設我今天會用到這個鍵盤 一定是人在外面 隨時隨地要用的時候 就會直接放在桌上 問題是在這個時候 通常一定會有光源 不管是自然光 太陽光 或者是晚上 在室內 一定都會有光源 就我們剛剛其實已經關燈了 但它還是 必須要從一個很側身的角度 你才有辦法去看到鍵盤 光是這點 這個小廢物 就真的廢 超級廢 在按鍵盤的時候 它會有稍微一點點的延遲 就是你打字呢 絕對會比你在用手機 慢非常的多 廢道不行 浪費我1000塊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小廢物見囉 掰掰 那我們看一下它旁邊也有個 Menu鍵 我們想一下這個Menu鍵 而且它是要幹嘛用的 我們點點看 沒反應